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流不止 一命呜呼 随后哥哥阿文因为过失之人死亡罪被判刑六年 接着六年过去了 阿文出狱后找到阿武 兄弟见面却显得很冷淡 并没有拥抱流泪喜极而泣 阿武甩给哥哥一张银行卡就扬长而去 阿文很生气 因为阿武取的是大老板白家的千金 当上了白氏集团的总经理 现在却打发叫花子似的只给了他五万 心里失衡的阿文决定给弟弟点颜色看看 接着阿文穿上了机车服 戴上了黑头盔 骑着摩托车拦截恐吓了 接女儿下学的弟妹 也就是阿武的媳妇小白 小白从丈夫的口中知道是阿文在作怪 很是生气让阿武报警 阿武却因为公司马上要上市了 害怕报警影响不好 拒绝报警 不料半夜小白泡澡的时候 水龙头里居然流出了血一样的东西 窗户外面也莫名其妙挂着一件带血的白睡衣 这可把小白和保姆张妈吓得够呛 他们一致认为这是哥哥阿文搞的鬼 接着阿武去找阿文 来到了过去居住的宿舍楼 这里已经破败不堪 哥哥阿文威胁弟弟 让给他一千万 否则就把他的丑事给说出来 阿武却说自己根本不掌握财权 没钱给他 双方因此不欢而散 从哥哥那儿出来时 阿武路过了一间闲置的屋子 感觉很熟悉 从门上的破洞往里一看 墙上赫然挂着一副黑白遗像 也就是那个意外死亡的白衣女子 阿武被吓得赶紧逃走 随后来到了一个女人的家中 这个女人是白氏集团的法律顾问 而另一个身份是阿武的小三 两人见面后就干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事后又密谋起了霸战 白氏集团财产的勾当 接着小白因为吕受惊吓 半夜做起了噩梦 期间又发生了一次阿文的黑衣人闯入家中的事件 这一切都让小白毫无安全感 阿武屡次找哥哥算账 结果不是见不着人 就是被穿着黑色机车服的阿武装神弄鬼吓唬一番 没办法 弟弟只好在家中安装起全套保安设施以求心安 这部分感觉有点像植物广告 公司里阿武召集各大董事商量增加投资的事 不料播放的PPT里居然出现了阿武偷拍公司女职工洗澡换衣的视频 这引起了各大董事的极大不满 与此同时 小白也收到了一段视频 内容是阿武和阿文商量瓜分白氏集团财产的对话 以及阿武与女律师偷情的画面 从对话里依稀得知 当初过失之人死亡的是阿武 但他因为担心坐牢会失去和小白结婚的机会 所以就让哥哥阿文去顶罪 并且许诺出狱后会给阿文白氏集团的财产 小白生气极了 但为了白氏集团能够上市 也看在孩子的份上 只好先忍了下来 配合阿武把事情都给解决了 一切似乎都清楚了 就是阿文搞的鬼 再次去寻找哥哥算账的阿武却被人敲晕 醒来后就被捆绑在了阿文的老房子里 此时穿着机车服 戴着头盔的黑衣人 躲过了安保气筒 抢走了阿武的女儿 小白也被吓晕了过去 接着挣扎着逃出去的阿武跑回了家中 这时阿文发来了短信 让他带着一千万来赎自己的女儿 两人如约来到了阿文住的老宿舍楼 然后被黑衣人拧到了天台 小白刚跑了上去 就被黑衣人给捅死了 阿武看到这个场景快要崩溃了 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被阿文给杀死了 他大声的质问阿文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黑衣人冷笑的摘下了头盔 竟然是他们家的保姆张妈 原来张妈就是开头洗澡意外死亡的女孩的母亲 当时他就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多年来张妈一直潜伏在阿武的家中 讲了解真相 随后阿文出狱后 张妈偷听到这兄弟俩 因为想霸占白家的财产 做过交易的内幕 所以就杀了阿文 然后自己穿上机车服 成为了黑衣人 而阿武家闹鬼 以及偷拍的视频 都是张妈干的 听了张妈的话 阿武却出奇的冷静 然后他道出了更惊人的内幕 原来他才是哥哥阿文 坐牢的是弟弟阿武 当初阿武犯了事后 本来想让阿文顶罪 但阿文却说 警察会通过指纹辨认出谁是真凶 最后还是跑不了的 反正目的是白家的财产 不如两人互换身份 就这样 阿文娶了弟弟的女朋友小白 当了公司的老总 而那个时候 小白已经怀了阿武的女儿 说出真相的哥哥一身轻松 他感谢张妈替他除掉了两个麻烦 现在他要杀张妈灭口 在千军一发之际 小白阿武和他们的女儿赶到 原来张妈并没有杀了他们 而是让他们配合演戏 揭穿了阿文的真实身份 受了这么多年欺骗的小白 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在争执中 不小心将阿文推下了天台 影片的最后 阿文被送上了救护车 张妈打电话自首 一场闹剧到此结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用手来说的小伙伴 速简测